王先生家住绍兴盛州上岳城小区 今年4月份交的房 公共视频显示 6月21号中午 他架着一辆大众麦藤 从地下车库一头行驶过来 最后直接撞到了墙上 我刹车是从那里下坡那里开始点刹 开始踩了已经 对 但是呢 速度越踩又快 这个刹车点了一下 就仪表盆有个灯亮起来了 就防防滑的 就刹车就特别会弹了 就踩 就踩不动了嘛 我是十年的老司机了 那我还把手刹 电子手刹拉到靶了已经 也没用 就一路这样子滑滑滑滑滑 滑过来 撞在这里 墙上被撞了一个印子 王先生说 进入车库右拐 再左拐之后 有一个下坡 坡度不大 但地面很滑 这起事故中 车子伤得不轻 4S电视说 他说要16,000 那个外面电视 六七千块钱 就水箱框架 两个气囊 前保险杠 然后防装杠 两弯掉 当时开过来的时候 大概多少速度 当时开过来的时候 我速度 应该是10来码 因为那边有两个弯 我不可能会踩油门的 王先生说 转弯加上前面 还有行人 他不可能开很快 其他业主告诉记者 交房不到三个月 小区地下车库 因打滑发生的事故 已经有了好几起 那个车子好几辆都撞掉了 不止到一辆了 好几辆了 那个奔子都撞掉了 要八百多 他去去 反正我记得撞车 已经四次了 你看现在雨都 水都漏下来了呢 包括我头上 还漏了一滴水 那边全部地上 全部潮上去 你看日子潮了以后 要炸开的呀 你去看看 都是这样子的 什么东西都是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你快看 你快看 就是这样子 自己小看 对 说这南京街 交房都两个人 是不是这样子呢 业主们说 从四月份交房开始 地下车库就湿漉漉的 顶上的排烟管道 有水珠凝结 墙体受潮 已经有了发霉的痕迹 地面也非常湿滑 借着穿的篮球鞋 摩擦力不错 在这个地下车库里 走了一会儿 不得不小心翼翼起来 今天你们所看到的 有这个扫地的 拖地的 排风的 还有外面贴着防滑 这个告示小小的那个 之前是一点都没有的 就没有的 今天过来才有的 交警处具的事故认定书上写着 因路面失滑 刹车时导致车辆失控 致使车辆与墙壁相撞 造成车辆损坏和王先生受伤 王先生说 因为是单方事故 交警判定他全责 但他认为事故认定书上写得很清楚 原因是路面失滑 物业负责地下车库的保养维护 应当对他的车损承担部分责任 我自己保险公司 那我保着就是一个强制险 因为我车 对 我准备卖了嘛 就是其他的商业险没有 对 折旧费我愿意承担 我自然倒霉了 我们每天按一个打扫的 每天啊 对啊 那他那个地址怎么会这么湿啊 没有人知道 也是季节性的 季节性的 然后他们做的四月份 交房住进来之后 都没有记忆 在江的门与节识 不保留 那其他项目也不可能都是这个样子吧 其他项目我不是很了解 但是 反正这个项目我们是 温馨局需要很多都做的 你们自己有没有买过相应的保险 比如说车子比如说 还有包括人摔倒啊 那你们这个保险能帮他 就是说去 我已经商量一下吗 他出身那天 我已经跟公司报备了 但是公司还没有回复 记者把问题反应给了 上月城小区的开发商 绍兴景佳置业 对方后来回复 地下车库潮湿的原因是 在交付之前 对整个地下车库 进行过大面积的冲水清洗工作 由于地下车库通风较差 加上梅雨季节 地下车库久久不干 导致了地面湿滑 部分地皮被泡起皮等情况 目前公司让物业抓紧时间清理和通风 及时修补有发霉破损的地方 王先生反馈 物业负责人跟他进行了沟通协商 已经把他的情况报给保险公司 正在走理赔流程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在交付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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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